但你关心在基楼有一名谢姓月籍外配 因为迁赌输了三百万元 先生不准他继续迁赌 没有想到他居然扬言说要杀了三个小孩 其中二儿子跑去跟阿公哭诉 阿公是非常激紧夺下谢姓夫人手中的彩刀 小孩原因是证明越南籍谢姓夫人迷上迁赌 老公不准他继续赌 没想到谢姓夫人心声不满 扬言要杀了三个小孩 健壮的二儿子吓死了 跑去找阿公 阿公立即夺下谢姓夫人手中的菜刀 结束一场闹剧 又是菜刀又是美工刀 家里像是住了不定时炸弹 可是邻居看在眼里却帮谢姓夫人说话 一间家务室各有各的说法和角度 但是先生上警局申请紧急保护令 未来谢姓夫人不能住在家中 三个无辜的小孩也已经安置在安全的地方 感谢次庆 dapat 下 Creed 下 Creed 下 Creed